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是一條HKC221993年的PayPal1第六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我們的題目 現在的21副是長方形的相片 長是alpha 而寬就是beta 即是長方形的相片 然後它就說這個alpha和beta是這個方程的2個root 這張相片放在長方形的指板上 即是說這個白色是長方形的指板 它就說四周圍邊的闊度是2cm 2cm 如下圖鑰匙 看看APARC的問題 逐一擊破吧 先做APARC 它就說 叫你find the area of photograph 相片的面積 事不宜遲 拿張單看紙出來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按個制覆圖已經出來了 方便大家不用站起來 在這裏你給我 先做小手腳 而事實上 因為現在的框框 指板的框框 這些位置 或者我這樣寫 在這裏 其實它的長度 每個都一樣 應該是2cm 但總之是2cm 沒有單位 沒有寫單位便沒有寫 2cm 提字機 而事實上 這次它剛才提到APARC 首先我方便自己 這條比例是2x2次 減mx 再加500 是嗎? 就等於0 那我就不如叫這個做星星 這條比例 事實上 現在我會知道 Area of 那個 photograph 會等於什麼呢? 其實當然等於長方形的面積 等於長 再加上一個寬 就是α乘β 而事實上 α乘β 就是 中文叫做兩根之積 英文叫做product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就是根據這條方程 就是 C 再除A 所以就是500 再除2 換言之 最終極答案 就是250 它沒有單位 所以就隨便寫 叫做 square unit 這個就是答案 OK? 行不行? 這個就是APAR答案 如果如無意外 我們下去 不如就是 B1 好嗎? 看看B1問什麼 B1問你什麼呢? 它就說C 以M 就表示 Find in terms of M 就是parameter of photograph B1 看到嗎? 就是相片的周界 如果你叫我 算相片的周界 即是算黑色部分 這張相片 這個周界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長 就是α 不要忘記有兩個長 所以就是2α 所以我會這樣回答 就是什麼呢? 就是首當其衝 不如我先計算一件事 我已經看到 sum of root 對 就是of 這個星星 嘩 我覺得 對 即是星星的兩根之和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 負 B除A B就是負M 而A就是2 所以負M 再除A A就是2 所以換句話來說 就會等於什麼? 什麼叫做sum of root? 如果用剛才所說的 因為它有兩個根分別 就是α加β 換言之 我們用換言之 α加β 會等於 負負得正 即是m over2 事實上 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是什麼? 所以 那個parameter 對 對 就 off 那個photograph 好像也不夠位 移它們下來 現在的科技真是先進 好,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 兩個alpha 再加兩個beta 原因就是兩個長 就是alpha 加兩個beta 原因就是beta 加beta 就是兩個beta 兩個闊 所以我們偉大的基本功 就把2抽到 剩下的東西寫固裡面 就是alpha加beta 就是抽common factor 提取公認識 而事實上 你會發現 2照寫 alpha加beta 就是上面所謂的m over 2 看到這裡嗎? alpha加beta 就是m over 2 所以我們再加上m over 2 當然 終極 2和2都弱了 拿著綠色筆 弱給你看 好嗎? 弱了它 最後答案 就會是m 可以嗎? 這個就是b1的答案 好嗎?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就去b2 看看b2問什麼 b2問你什麼呢? 它就叫你 find in terms of m 即是什麼? 那個area of 那個broder 即是那個圍邊的周界 即是哪裡呢? 圍邊就是這個橙色部分 看到嗎? 這個橙色部分 可以嗎? 我不會有這麼多了 可以嗎? 明白我說什麼嗎? 所以在這裡 我拿出圖 你要計算那個 不要說橙色 白色的部分 就會等於什麼? 那我就會這樣看 一離開中名義 我退高一點 那個area 對了 寫好一點 thearea off 那個border 那會等於什麼呢? 如果你給我看 我自己就會發現 因為現在整個broder的闊 這個闊 長 sorry 就會把α 再加這個2 再加這個2 是嗎? 全長就是α加2加2 即是α加4 是嗎? 好了 再乘甚麼呢? 就是這個 剛剛那個是長 現在計算過闊 就是 全長 全 寬的長就是這個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2 加β 再加2 是嗎? 即是β加4 好了 你這樣成完之後 長成闊 就是等於大的長方形的面積 是嗎? 再減走裡面 小的長方形的面積 那你就 剩下的白色圈圈的面積 是嗎? 所以就減回 就是αβ 而事實上 偉大的基本功 四個戰爪拆散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所以 換句話來說 就是αβ 再加4α 再加4α 再加第三個戰爪 4β 再加4 416 再減αβ 那 αβ 減αβ 真的沒有了 是嗎? 即是這兩個 看到嗎? αβ 減αβ 就是沒有了 剩下就是4α加4β 不如我把4抽起它 就是抽起4 就是α加β OK? 再加16 不要忘記 αβ是甚麼 剛才我們做過的就是 在上面 就是那個summer root 記得這裡嗎? α加β 就是剛才在這裡做過 就是summer root 所以兩斤之和的情況下 就是4乘以m m over 2 再加16 約了它 拿著綠色筆 是嗎? 讓你清晰一點 21如2 22如4 所以終極答案 理論上應該是 2 再乘以m 再加16 OK? 行不行? 這個就是終極答案來的 好了 放回詳細的答案給你一張紙 好了 查一下大家今天有甚麼問題 放回題目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題目 OK? 放回大一點點 行不行? 好了 放回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我示範一張紙給你看 應該都可以了 好了 查一下大家今天真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到這裏了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吧 拜拜